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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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現在你各位的心界 你正式出家 你正常的佛頭的地址 踏入了方法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這是一個非常難懂 也非常殊勝的原因 尤其 在這個 所謂的末法時期 在這個各位心界 又能夠發大心 能夠出家 雖然 雖然 此次的借貴 是短期的出家 但至少 你在你的休息生過程當中 你種下了孤零 種種煩惱的基礎 那當然我們要 非常真實 可以出家 修行的種種 一定的條件 那出家之後 這段時間 一定要非常 關照的 自己的威義 行住作物 不可以再像 還沒出家以前的 那個習慶 萌萌撞撞的 或者 或者呢 在修行佛法上呢 馬馬呼呼吸不在焉的 這些種種會 干擾我們修行的觀念 都要全部呢 省力 放下 現在需要的呢 是聚主正念 禁念相續 都色六根 禁念相續 這眼耳鼻舌身 所以 面對的色身香味促環 所生起的種種意識分別 一定要透過 觀照 這個觀照呢 首先 這段時間的 修行的下手處 就是不要善心雜化 善心雜化 善心雜化 最容易呢 放費時間 也最容易請煩惱造業 為什麼要手不更呢 都已經住在道場了 還有哪些罪業過世可以違反呢 基本上是不動 也不太可能 殺到淫望 這些四根的仲介 在道場 在莊嚴親近的火場 是不太可能會違反的 但是呢 就會讓我們自己 在修道的過程當中 善心雜化 善心雜化 善心雜化一起 正念就失去 正念一失 正念一失 威 自然呢 就不狀態很大 阿難尊者 在佛事的時候 在佛事的時候 他是多文弊 他的智慧也很高 記憶也很強 所以 佛事我們講過的佛法 他都記了清清主 但是他一漸漸一來 他就提不起功 社群就喝著他 說阿難尊 你每天背了這麼多 記了這麼多的佛法 就好像呢 你記了好多的藥單 什麼病 要用什麼藥來對治 你都清清楚楚 但是你從來不肯 好好的咧 去服用一點藥去 對治治理好一個病 也就是說 佛法不是只有光說不戀 一定要提起真功 我們這次的藥會 時間非常的短暫 但是要很真實 希望他將來能夠成為了 我們在修道上 處理煩惱的基礎 那麼什麼叫慈清歌 為什麼要出家 我們是看到了慈世間的不可愛 要厭你 厭你不是叫你去討厭他 叫你去電路這個環境 去討厭這個世界 不是 不是要叫你去討厭他 而是當你很清楚的了解到 此世間的不可愛 不可愛 不可愛就放下 不是要你去討厭他 不可愛就遠離他 不可愛就沒有什麼好執著 沒有什麼好訓練的 只知道不可愛 不可執著 此世間 愛怨怨怨怨怨苦 求不得苦 太多的苦 苦苦壞苦辛苦等等 那為什麼知道苦 知道吃世間的不可愛 知道世間的無常 都會來修行體驗出境 都會來修行體驗出境 但是 你們的處理性 那是必須被肯定的 我們並不是 只是來戒慧裡面 來叨老淚 是真的去感受 要遠離煩惱的那個決定 那個意志 那個意志 是不容許被打折的 那不容許被打折 就按自我要求 要成就一個戒慧 需要籌備非常非常多的姻緣 這就是各位心界 你們只要發真誠心 來求受出家界 其他的姻緣 借藏住 一滴的 來跟各位籌備拒絕 禮請三師 禮請別堂 禮請那個開堂而上 別堂而上 我們的遠離師父也在生 好多好多的遠離 包括我們義工裹上 那為什麼能夠聚足在一起 因為善意把我們聚在一起 因為善的功能 把大家聚在一起 因此我們要發真菩提心態 要爭位斷環瑪鳥生死 而來出家修行 雖然 有一些菩薩 雖然還沒有真正的屁法 但你可以感受出家的那個氣氛 修行是有感染力的 它是一份的感染力 善念的感染善念 那我們的自然還要遠離惡靈 要入清淨 然後呢 真正的解脫 所以要了解到此世間的不可愛 世間哪裡可愛 雖然我出家時間 雖然我出家時間 說長不長 說長不長 以前人家 問我幾歲 我說還很年輕 二十來歲很好 現在也是 昨天碰到一位更年輕人 所以他才八十年次 我們就很羨慕 早知道就以前出家了 所以哪二十來歲出家 我都很羨慕那個七歲之後 在稻場出家 那個沒有任何的雜 各位想一想 我們要用一個禮拜的時間 要衝破無量的生死煩惱 那需要多大的力量 多大的堅定性 那不是在慶慕嗎 我們只不過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要真正的用功修行 要衝破無量的煩惱 以小火大 但是可不可以成功 絕對可以 為什麼可以 因為我們身心佛法 威德 不可思議 一念覺則佛 一念你這番法 不在於時間的長短 在於你的真正用心 在於你的決定者 你的決定的力量 用世間任何的精靈把握都 撼動不了 你要出家 要處理煩惱的人 那會真正成心 不允許被動 我常舉個例子 當我們在喝一杯水的時候 我們覺得很簡單 要喝水就喝水 那我們要過堂 我們的食物 非常豐富 可是想想 世界上還有多少人 人一杯水都喝不起 並不是他沒有淺黑 是他的一念不具絕 地獄道的惡鬼 地獄道的惡鬼 到了出生道 然後 喝杯水都很難 多少的重生 那我要發佩一下 無量節以來 我們不知 生死流種多久了 我們從畜受愛取有 斷的去追逐的都是煩惱 那我希望我們在做個世界 這次的建位的原因 是我在前幾年 可能去年就要來 舉辦這個所有的董情出獎 那因為去年呢 我就先答應我們的這個 結盟和尚經驗法事 到台東的東福禪寺 參加這個董情出家 擔任結盟和尚 所以去年呢 我們就沒有辦法舉辦 到今年來 那為什麼要舉辦董情出家 是我看到好多人想出家 沒辦法出家 都在我身邊了 好幾位護法居室人 他們很不慈善法 夜天想出家 可是他們的姻緣 好多好多的姻緣 都沒辦法拒絕 想來想去 為了要拯救 讓更多的 佛弟子們 能真正的感受到出家 那個勇勇接近的出力性 因此 按照佛者 也有短期出家 所謂的說八萬再見的意思 所以啊 來成立了此次的建議 也讓更多想出家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長久 出家休息的一個 因緣條件 讓他可以拒絕 至少 在他的生命過程當中 他真的出家 也真實的出家 而且是這麼莊嚴的出家 不是青青菜菜的 你讓他出家 我們不是開天好的 我們是真正要培養佛門地質 將來成為法門龍相 佛法的禁氣 清淨的禁 氣也是容氣而氣 是清淨的真正可以修行 那什麼叫決定制 什麼叫決定制 決定制就是讓你用世間 任何種種的基尼保護 改變不了你修行的決定 舉個例子 我常舉個一個例子 就像這一杯水 你知道有人來參雜了毒 比如說披霜 參雜了幾瓶披霜 說這一杯水啊 好好喝啊 請你喝 你喝完了 我把全世界的財產都給你 你要不要 你也清楚嗎 我喝了就死了財產那麼多看什麼 一點用處也沒有 不管人家怎麼樣的幼默你 怎麼樣的幼老你 都不會改變你對出家 屌生死斷反腦的那份決定 那個就是決定制 你根本都不用 等一下我先盤個腿 打個座觀想一下 這個水可不可以喝 你知道他有毒了你會喝嗎 你知道此世間的不可愛是懶著了 你還會想執著嗎 不會 因為各位現在已經正正出家 藉合上有責任 必須提醒你們 你必須交接著你們 不要善心雜貌 把威力 在我們的眼底師傅 引戰師傅的要求之下 一定要遵守 你只要告訴了自己 你不要善心雜貌 一天兩天三天下來的時候 那個力量不可思 有時候我們往往就是在言語過程當中 照了五兩頁 不知道 當你真的能夠遠離善心雜貌 你才真正可以看得到 你的修行 生命的珍貴在哪裡 出家修行禮來這段時間 讓我感受到最歡喜 讓我感受到最快樂的一件事情 只是看到更多人能夠用功 有人曾經也常常這樣的問我 明來法師啊 你為什麼要做這些事啊 做這麼多事 辦了這麼多活動 辦了佛法講座 辦了好多好多一些活動 他們都 世間人都會想問 你到底是賺多少錢啊 更賺幾多關 你怎麼賺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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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的是 看到更多人在法上用功解脫啦 假如在座的各位啊 有很多位啊 你們將來啊 有多幾位菩薩阿羅漢啊 我就走嘛 我看那邊 夾蛋啊 用世間經濟 並沒有辦法換來 不管花了多少錢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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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們能讓佛弟子們 只要讓佛法可以在這個世界 繼續發發了 我們生了佛門弟子 我們都有責任 必須維護他們 這個責任在我們大家的身上 我們需要的 是有堅固到心的 我們是來用功辦到的 世尊也曾經教訓李秋名 修行最大的障礙就是攀緣 攀緣 什麼攀緣 六根不斷的往外追逐欲望 這是最大的攀緣事 攀緣 那你六根不斷的往外去追逐欲望的時候 你就容易去找煩惱 你就容易去找煩惱 你就容易顛倒 不斷的往外 講法 講一些細分 一直就沒辦法去 各位已經真正出家了 已經真正替法出家了 把那個道性 把那個威力 要置我要求 有空檔的時間 我常常到大殿去看 我就在看看 有誰在拜佛 空檔的時間 可是我看到好像 一堆在開槓 一堆在開槓 我才不知道 去打麻將 祝贏 不是來這裡開槓 不是來這裡開槓 是要來這裡想 要來用功 要來開槓 要開槓 一定要點燒到每一間 每一間 每一間 都能夠使用 因為四年太高 一半 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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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不真實 生命就沒了 當你看到你的生命 在流失的時候 你還敢善心雜話 那把生命怎麼噴出來 真實 假如在善心雜話 我就請你理事會要求他們 就去過香打香盤 出家 過三分打比丘 問他 我一星期來 邀請這麼嚴重 一星期 你真的會改善 你真的想為阿羅漢 原來阿羅漢 他們一定是出家想 要自我正視 自我肯定 希望大家 積極盪行 繼續用後 我希望你 走到那彼岸的路 走到那彼岸的路 他們等著我 等著我